Hello大家好,我是阿雄,今天我们来开箱这个 月光骑士最早出场于《暗夜蓝》的32期 除登场是作为反派出场,但是底部当时反响不错 女士又偶尔出场于其他故事里 终于是在1980年迎来了个人看 中间也是停了又更更了又停 来自也是挺不容易的 我了解到月奇还是22年那部电视剧 虎头蛇尾,但是总体上还行 特别是里面的BGM有点心哦 今天咱们来看一下由安东出品的《月光骑士》 对比上一期忧郁厚浪的包装 月奇显得简约很多 盒子全白,风会是乌鸦做马桶 这一次的产品分为四个版本 分为有无都帽两个版本 里面又分为普通和战损两个版本 这一次我拿到是都帽战损版 盒子采用吸塑包装 咱们一样样的来看 剧中西装造型马甲是双排扣 这一身更像是漫画里的经典造型 而至于兜帽嘛 貌似剧中和漫画里都没出现过这个造型 只找到了这么一张图 你们觉得戴兜帽这个造型如何? 詹斯们全身都有做旧涂装 倒是也不用担心白衣服放久发黄这个问题了 衣角和袖口的番茄酱含量最高 鞋子在我剪视频时已经收到了后续补件 不用担心鞋子不够脏了 西装内部带有电间 西装下板有铁丝可以凹造型 要是正面扣子那一排也安排上铁丝 应该会更好 斗墨是缝上去的无法拆卸 布料比较薄 没有铁丝不是很贴合 去掉西装对身心没有影响 并且里面的衣物也有做出血字 脚底的logo应该也许是骑士先生的标志 头条血字主要集中在面部 并且右眼眶做出了瘀伤的涂装 表情上比较凶狠 头条有做出仿布料的纹路细节 并且褶皱自然 个人觉得效果很不错 头条内部附有磁吸灯 脖子做出分体设计 方便拆卸换电池 对准滑槽插入即可 不想脖子太长 可以稍微怼紧一点 磁吸灯感应比较灵敏 实际灯像会稍微更亮一些 右眼眶因为雨雪 食物眼睛会偏红色 头灯第二种模式是将磁点贴9点 眼灯会开始闪烁 不知道是不是我这只的问题 弱光环境下食物透光 还是会稍微有点点凶的 孔苏托脖子使用透明件 来怀疑它并看不到的脖子 整体涂装做就到位 头条上有血色涂装 无论是头顶还是长长的嘴巴都溅有番茄酱 这时候从正面看 我觉得它在笑着看我 可动上孔苏头可以说是超可动了 相对于越骑头血用的漫画造型 孔苏则是选择了偏剧版的造型设计 其他配件包含武器棍子两根 服装不错 骑士先生专武 我要648 买安通越骑即可获得 购买战损版大货 更会送上至尊血资版 纷密围巾一条 厂家看到隔壁 假面还有盖塔都有红围巾 咱们月宝也必须有 让你的月宝在这个冬天里暖暖的 围巾内嵌铁丝 稍微拧拧拧拧 让它有点褶皱感更自然 这次吧围巾两端里都有番茄酱 完美搭配不突兀 这次手型给的挺多 服装都在手背上 手型不同血字位置多少也不同 可以说是做的很细心了 越骑头因为结构问题可动有限 但是够用 这次西装加衬衣对胳膊可动影响不大 但是把玩摆弄大幅度时手感会偏紧 千万不要硬掰哦 最后说一些这次遇到的小问题 这次月器头因为头套造型 安装好以后月器头和衣领抢的比较紧 低头会带动里面的衬衣和领带不是那么美观 基本上摆拍把玩一拨下来会需要重新打理一下 然后因为马甲是缝死的 这次马甲衬衣很贴身 掀起衣服线就崩了 我就索性拆了下面的线 用蓝钉交锋一下比较方便 再一个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兜帽 布料太软不适合凹造型 有一点点可惜 别的基本上就挑不出杀毛病了 一如既往的帅的牙皮 我都想出货以后再整一个摆双造型了 他们家最近的产品多少都会有一些新的小尝试 加上本身过硬的制作水平 我想大部分买过的朋友都会忍不住竖起大拇指 这次磁共灯的加入里央 这款产品增添了新的玩法 毕竟现在12寸大部分都还是手动开灯 或者是紫光灯照射 虽然说不是啥牛逼轰轰的黑科技 但是200出到300多的价格能够买到 这样的产品就已经是一种牛逼轰轰了 继续期待后续产品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视频做的还行 感谢一键三连加关注 我是阿雄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